我最喜歡這次展場的順序的安排 因為它從最早期迪士尼百周年 第一部電影 然後一路到我們現在最熟悉 最近的電影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畫風的改變 然後它很多細節上的改變 有點帶著你做的時光機 這個展呢 真的很多很多手稿 你可以從無告有 看它怎麼產出的 這個是很難得 有辦法釋出的一個展覽 大家看這個展覽 除了可以學到一些冷知識 還可以看到一部電影的行程 他們從這樣一路走過來 就是那個動畫的過程 其實在這個展裡面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很充實的一個展 迪士尼一直是一個 開啟很多人轉向空間的鑰匙 只要你是迪士尼的粉絲 就是一定要來看這個展 六月二十一到十月十一 在中建紀念堂 迪士尼動畫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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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揭開百年經典故事 在中建紀念堂 尼動畫展 尼動畫展 迪士尼動畫展